A型血的人得胃癌的比率比O型血的人要高 这是通过对1000多例癌症和5万多名健康的人对照分析得出来的结果 A型血的人更容易感染幽门罗杆菌 幽门罗杆菌是引起胃癌的重要原因 A型血的人也更容易感染恶性贫血 相比之下,O型血的人得胃癌的风险要低一些 胃癌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那些有幽门罗杆菌感染,慢性胃炎,严重的贫血 经常吃腌制食物或者发霉变质的食物 有吸烟习惯的人里头比较多 家里面有人得过胃癌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在早期阶段经常会感到消化不良 胃部不舒服,吃过饭肚子胀 有时候有恶心的感觉 亚洲人得胃癌的比例相对要高 胃腺癌有相似的规律 A型,B型,AB型得胃腺癌的可能性更高 O型得胃腺癌的比率比较低 幽门罗杆菌是一种消化道中的常见细菌 它会感染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成年人 虽然它通常是无害的 但是当它们发作起来会引起消化道溃疡 其中有一部分会导致胃癌 这种细菌最早可以在儿童时期感染一个人的胃 经过口腔传入 治疗幽门罗杆菌感染 可以降低得上胃癌的风险 A型和B型的人得糖尿病的风险更高 跟O型血的人相比 A型血的人要高出10% B型血的要高出21% 虽然这仅仅是对女性的观察所发现的 但是应该具有普遍意义 因为它并不是性别依赖的现象 而血型也可能是妊娠糖尿病的一个预兆 因为发现AB血型的人得妊娠糖尿病的比率比较高 而妊娠糖尿病会影响胎儿的成长 更容易长成肥胖儿童 A型、B型、AB型的人更要注重自己的血糖变化 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控制体重、减少肥胖、经常锻炼、控制血压 减少食物中的脂肪和盐分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糖尿病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